火箭在修赛期对于球队阵容进行了很大的调整,其中除了引入安东尼之外,送走安德森获得奈特和克里斯,也让火箭在新赛季拥有新的期待。 其中克里斯的到来备受的帅看好,在最近的帅接受记者的访谈中,对他的未来非常看好。 不过以火箭目前的阵容来看,火箭有能力抗衡勇士吗? 一、火箭新赛季能否抗衡勇士? 勇士在修赛期引进了考新斯,可以说,只要考新斯能够保持健康,那么勇士无疑是非常强大的球队, 毕竟全明星首发的阵容在联盟的历史上,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。 火箭基本维持了上赛季的主要核心阵容,保持了实力,而安东尼的到来有两种声音,一种看好他能够给火箭带来质变, 认为他能够与灯炮组合默契配合形成全新的安东炮三巨头组合。 而且在此前的记者访问中安东尼也表示,虽然球队还没谈论要他打剃毒仪式,但是他愿意为了夺冠而进行改变,虽然雷霆也曾要求他如此,但是并没有妥协。 可见这一次安东尼为了夺冠的确放弃了对手发的执着,当然也有认为他不能融入到火箭的看法,同时也获得安东尼的防守缺陷。 因此,火箭能否抗衡有事是个问题,安东尼能否与火箭磨合,依然需要时间去验证。 二,德安东尼更看好艺人,在修赛区交易当中,送走了安德森和梅尔顿,换来了乃特和克里斯,健康的乃特很得厉害,而克里斯一直都智慧,知数。 但是,德安东尼在采访当中非常看好克里斯,德帅表示虽然在指教前,并不知道克里斯的使用方法,但是他拥有报表的天赋,非常适合如今的火箭。 而且火箭有着相当不错的球队氛围,会有球员对他产生激励,鼓励他前进。 德帅对于克里斯的导篮表示很开心,认为克里斯将在新赛季里打出光彩,让其他人对他刮目相看,如果他能做到,那么火箭是必比上个赛季更加出色。 三,克里斯是火箭提升上线的关键人物。 火箭队内的核心球员中,哈登,保罗,哥当,甚至是卡佩拉的能力都已经达到峰值,想要再有大幅度提升已经不可能。 因此火箭实力的提升依然要靠新人,尤其是像克里斯这样,只有天赋的新人迅速乘战起来。 安东尼可能能给火箭带来不错的变化,但充满了未知数,他的蛋白固然不错,防守的确是硬伤。 加上由于年龄的原因,安东尼在想回到巅峰,已经不再容易,实际上能够打出比伤个赛季稍微出色一些,就已经能够让火箭非常满意了。 克里斯是2016年首轮的八号秀,他天赋和运动能力都在,而且并没有什么伤病,唯独缺乏伯勒的挖掘和赏识,因此火箭想要提升球队实力上线。 克里斯这种高顺位新秀,岂有可能就是关键人物,就看得安东尼能否激活他的强能。 在新赛季里绿球队打出化学反应了。